福音经文出自约翰福音第九章 耶稣在路上看见一个生来失明的人 门徒问耶稣 老师,这个人生下来变双目失明 是因为他犯了罪呢? 还是他父母犯了罪呢? 耶稣说 不是他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上帝的作为 趁着白天 我们必须做拆我来者的工作 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工作了 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 耶稣讲完后 就吐唾沫在地上 用唾沫和泥抹在那盲人的眼睛上 对他说 到西罗亚池去洗洗 西罗亚是奉差遣的意思 那盲人照着去做 回来的时候已经看见了 他的邻居和他从前见过烤饭的人说 他不是那个常在这里烤饭的人吗? 有人说 是他 有人说 不是他 只是长得像他 他自己说 我就是那个人 他们问 你的眼睛是怎么好的? 他回答说 有一位叫耶稣的人 和你抹我的眼睛 叫我到西罗亚池子去洗 我照着去做 眼睛就能看见了 他们问 那个人现在在哪里? 他说 我不知道 他们就把这个从前失明的人 带到法利赛人那里 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那天是安息日 法利赛人也查问他的眼睛是怎么护明的 盲人便对他们说 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 我去一洗 眼睛就看见了 有些法利赛人说 这个人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 因为他不守安息日 有些人却说 如果他是罪人 又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 他们就争论起来 于是 他们又问那个盲人 既然他开了你的眼睛 你认为他是什么人? 他说 他是先知 犹太人不相信 他以前是瞎眼的 现在能看见了 便叫来他的父母 问他们 这是你的儿子吗? 他们不是 你们不是说他生来就瞎眼吗? 怎么现在就能看见呢? 他父母回答说 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儿子 生来双目失明 至于他现在怎么能看见了 我们就不知道了 是谁医好了他 我们也不知道 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 你们可以去问他 他自己可以回答 他父母因为害怕那些犹太人 所以才这样说 因为那些犹太人早就商量好了 就承认耶稣是基督 就把他赶出堂 会堂 因此他父母才说 他已经长大成人 叫他们去问他 哈利赶人又把那个从前失明的人叫来 对他说 你应该把荣耀归给上帝 我们知道 那个人是罪人 他说 他是不是罪人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以前我是瞎眼的 现在能看见了 他们就问他 他向你做了些什么 他是怎样捏好你眼睛的 他回答说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 你们不听 现在就问 难道你们也想做他的门徒吗 他们就骂他 你才是他的门徒 我们是摩西的门徒 我们知道 上帝常对摩西说话 至于这个人 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 男人说 他开了我的眼睛 你们定不知道 他从哪里来 真是奇怪 我们知道 上帝不听罪人的祷告 只听那些敬拜他 遵循他旨意者的祷告 从创世以来 从未听过 有人能把天生失明的人医好 如果这个人 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 就什么也不能做 法利赛人赤刺他 你这生来就身陷罪中的家伙 居然敢教导我们 于是把他赶了出去 耶稣听说了这事 后来他找到这个人 又对他说 你信上帝的儿子吗 他说 先生 谁是上帝的儿子 我要信他 耶稣说 你已经看见他了 现在跟你说话的 就是他 他说 主啊我信 他就敬拜耶稣 耶稣说 我为了审判 来到这世界 使瞎眼的可以看见 是看得见的 反成了瞎眼的 有些跟他在一起的法利赛人 听了这句话 就问 难道我们也瞎眼了眼吗 耶稣说 如果你们是瞎眼的 就没有罪 但现在你们自称看得见 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这是主的福音 赞美主基督 弟兄姊妹请坐 弟兄姊妹朋友们 主日平安 那我想问大家一个事情 当有不幸和灾难发生的时候 比如说 有人得了癌症 有人遭遇了车祸 有人不幸离了婚 或者说 有人不幸遇到了自然的灾害 或者说 有人因为失足 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犯了大错 这个时候 你怎么对待他 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 善解人意 用宽容 怜悯 人慈的心肠 去理解人 去聆听人 去安慰他 去帮助他 去把跌倒的人扶持起来 把悲伤的人 给悲伤的人带去安慰 让那些深陷 自卑 羞愧的人 让他们感到 你依然是我的朋友 我依然愿意和你做朋友 我依然愿意帮助你 这是一种方法 这是一种态度 另外一种态度是什么 那就是落井下石 那就是落井下石 当有人遭遇不幸和灾难的时候 我们不仅不去帮助他 反而落井下石 或者说我们会幸灾乐祸 或者说我们会说一些话 给人雪上加霜 当然了 人们幸灾乐祸 做落井下石雪上加霜的时候 总是有冠冕扛惶的理由 比如说人们会说 哎呦 这个人真是命不好 这个人运气不好 这个人倒霉 所以呢 他遭遇了不幸 他遭遇下来 或者说 我们可以用很冠冕堂皇的 神学的理念 或者哲学的观念 或者道德的说教 来做落井下石 幸灾乐祸的事情 说哎呦 这是因果暴力 一定是 你前一辈子 做了 造了什么孽 所以你这一辈子 受这么大的灾难 或者说 人们用民间的 这种常识 来评判人 来责备人 来做落井下石 雪上加霜的 你说什么 哎呦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重瓜得瓜 重斗得斗 你现在遭遇到 这么大的不幸 或者说 有这么遭遇了 这么大的坎坷 那一定是 你做了什么 不该做的事情 那么 在今天的福音故事里 耶稣遇见了 一个生来救世民的人 耶稣的门徒 问了耶稣这样的一个问题 老师 这个人生下来 变成双目世民 是因为他犯了罪呢 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这就是一种 用因果报应 来评判人的态度 也许耶稣的门徒 没有落井下石 没有幸灾乐福的心肠 但是 他们所接受的宗教信仰的教育 让他们用一种 评判人 用一种冷酷的眼光 来对待 生下来就知名的 这个不幸的人 他们用因果报应 来看待这个人的残疾 说这个人生来残疾 那么要么是他的父母 对不对 犯了什么罪 所以呢 他们的儿子 所以遭受不幸 或者说 这个人犯罪 那他生下来就是 就是圣目世民了 他在什么时候会犯罪呢 在他父母的 在他母亲的户中会犯罪吗 这当然是很荒唐的 对不对 但是 很多人 很多 自以为是 自以为虔诚 自以为把圣经读通了的人 用因果报应的观念 去看待别人的不幸和灾难 法利塞人 他们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 他们把圣经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圣经旧约 背的狗瓜亮书 他们 也像耶稣的门徒一样 来责备 这个生来世民的人说 你这个生来就身陷罪中的家伙 你看 我们可以用冠冕堂皇 和宗教的语言 宗教的词汇 宗教的观念 来给不幸的人雪上下双 让这些人 做这种落井下石的事情 这就是人的卑劣的心 人类心的卑劣 我们很多人 我们无一性 没有一个人 没有这种信家乐佛的 这种心态 对不对 想一想 那么耶稣是怎么对待这个生来 就 瞎眼的人呢 当门徒 是他父母犯了罪 还是他散了罪 所以他现在生下来失明的时候 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的 耶稣说 不是他父母犯了什么罪 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 他是这个样子 是为了让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 你看 耶稣拒绝 拒绝 用因果报应 用上帝惩罚人的神学观念 来做落井下石 学上加双的事情 耶稣说 这个人是瞎眼的 我今天遇见了他 我就要彰显上帝的荣耀 耶稣怎么彰显上帝的荣耀 不是评判这个人 不是责备这个人 不是想方向法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 来对这个人说 你生下来 瞎眼是最有应得 没有 耶稣 求唾沫 活了 你抹在这个人的眼睛上 然后叫这个人 在西罗亚的池塞里洗一洗 这个人一起 眼睛马上就复明了 这些法律塞人 听说 这个生来瞎眼的人 双眼复明以后 就感到很奇怪 对不对 而且呢 当他们 尤其是当他们知道 耶稣是在安息日 活泥 医治 这个瞎眼的人的时候 他们尤其感到愤了 他们怎么样呢 理直气壮 义正言辞的 谴责耶稣 说 耶稣 这个人不是从上帝来的 因为他不守安息日 他在安息日居然敢 做工 依据这个生来复明的人 而且因此 他们敢于 对耶稣下这样的评判 说 我们知道 那个人也就是耶稣是罪人 你看看 刚才法律塞人所做的 法律塞人 评判说 生来复明的人 是生来就身陷罪统的 然后紧接着 他们自以为是的 对耶稣做出了评判说 我们知道 他就是个罪人 因为他没有守安息日 想一想 这些法律塞人 宗教领袖 对不对 俗读 俗读 圣经的人 居然 对耶稣 做出了这样的评判 那我们想一想 他们为什么 要理直气壮 义正词严的 对耶稣做出了评判 说他是一个罪人 因为他不守安息人 因为他们说 我们读圣经 我们持守圣经里 所有的教导 对不对 圣经 尤其是摩西五经 对法律塞人 对犹太人和最重要的 说 我们读摩西五经 我们是摩西的门徒 摩西在摩西五经里 讲过上帝给犹太人 对吧 安息日的律法 根据摩西五经里的 安息日的律法 在安息日人 是不可以做工的 所以他们就说 你看 对不对 他不守摩西的 有关安息日的律法 所以耶稣是一个罪人 对不对 他们说 上帝站在他们里面 他们说 他们听到了上帝 对他们说的话 有关安息日的这个诫命 所以呢 他们合情合理的 对耶稣做出了这个评判 那么想一想 法律塞人 根据圣经 根据摩西五经 里有关安息日的这个诫命 对耶稣做出 他是罪人的这个评判 对不对呢 我从字面上来看 法利塞人的这个理论 是合情合理的 对不对 安息日不可以做工的 这个人生下来 就是罪人 对不对 生下来就是个 瞎眼的人 对不对 哪一天 耶稣不可以医治这个人 为什么偏偏要在安息日 医治这个人呢 让这个人 所以他们以为 耶稣是有意地 违背摩西五经里 有关安息日的理论 所以他们说 耶稣是个罪人 他们不承认 耶稣是从上帝那里 他们不承认 耶稣是靠着上帝 赐给他的权柄和大能力 来让这个 生来 双目失明的人 眼睛都一看见 但是 他们自以为是个判断 完全错了 他们把 摩西五经 这个经 完全读歪了 中国人说 和尚读经的时候 法利塞人 就是把摩西五经 把上帝的话语 完全曲解了 不是说 摩西五经是错的 摩西五经是上帝给人的对法 是完全对的 但是法利塞人 把经读错 他们没有完整的 准确的理解 安息日的解密 他们没有正确的 完整的理解 上帝给人 安息日的 这个目的 我们看一下 耶稣和尼 开他的眼睛 那天是安息日 OK 那这让我们想起什么 让我们想起 创世纪的第二章的第七节 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 也包括了人 上帝在造人的时候 是用什么造的人呢 地里的泥土造了人 对不对 当耶和华上帝 用泥土造了人 又把他生命的气息 推进 那个人的鼻孔里头 那个人就成了 有生命 有灵气的人了 然后上帝 才设立了 安息日的 诫命说 要守 要守 安息日 为圣日 对不对 在安息日 我们人要 什么 因为耶和华上帝 在安息日那一天 歇了他的功 所以呢 敬拜上帝的人 在安息日 也要造法上帝 怎么样 要安息 身体 灵命上 要安息 不做功 对不对 但是来着 法律三人忘记了 亚当和夏娃 背离了上帝的诫命 对不对 偷吃了 经过 背离了上帝 因为他们背离了上帝 违背了上帝 不可以偷吃 去那个 经过的那个命令 所以呢 这罪 死亡 灾难 不幸 疾病 进入了人间 所以呢 在安息日里 耶稣可以 为人医病 在安息日 耶稣 就像上帝当 最初 合理造人 在安息日 耶稣和你 来医治这个人的 瞎眼 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完成 上帝的创造大功 是为了修补 因为亚当夏娃的罪 世界上所有的各种各样的伤痕 破裂 耶稣在安息日 为这个人医病 所以呢 表明了 安息日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医治世界上的伤痛 是要医治人身心灵的病痛 而不是什么都不错 为什么呢 因为亚当夏娃 对不对 背离了上帝 这个世界 因为他们的罪已经破裂了 我们人的身心灵已经破裂了 所以如果 法利塞人知道 亚当夏娃犯了罪 世界上因此有了机会 有了不幸 有了死亡 然后又因此知道 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 所以呢 并不是所有遭遇不幸的人是最有佣得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因为下当夏娃的罪 变得不公平了 所以呢 即使良善的人 也会遭遇灾难 对不对 即使刚刚出生下来的婴孩 也会有残疾 耶稣 的的确确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的的确确是上帝差遣来 拯救医治世人的病痛的那个弥赛亚 他来是要最终完成上帝的创造大功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可福音里讲了说 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所设立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跟随耶稣 我们对圣经就要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理解 我们就要通过耶稣的眼睛来读圣经 而不是像法利赛人那样的照本宣科 通过耶稣的眼睛来读圣经 来找到 说安息日 上帝设立安息日 在亚当夏娃 对不对 偷吃静果 人堕落之后 安息日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这就为什么说 耶稣说 他来是世上的光 他来是世上的光 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看见 让我们用耶稣仁慈怜悯的眼光 来看待世界上的不幸灾难和痛苦 让我们能用耶稣那种怜悯的慈悲的心肠 去医治 人身心灵力的各种的破练 而不是做落井下石或者说近在我活的事情 耶稣说趁着白天我们必须做拆我来者的工作 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做功了 我在世上的时候 如果我们说我们是耶稣的门徒 如果我们说我们要行走在耶稣的光里 那么我们就要用耶稣的眼光去看待世界上的人和事 特别是世界上那些不幸的充满了苦难 充满了裂痕的事 充满了血泪的人和事 我们就要用耶稣那个怜悯的双手去安慰人 去帮助人 去扶持人 耶稣来说他来到世上 是为了什么 他说是为了来审判这个世界 那些自以为看得见的人 就是法利赛人 他们自以为自己已经是把圣经读通了 自以为自己所做的 对别人所做的评判 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做出的 耶稣说 他们其实才是真正的罪人 他们才是真正的罪人 而不是那个生来瞎眼的人 当然更不是在安息日 活泥让那个生来瞎眼的人复明的 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说 如果你们是 耶稣对我们说 如果你们是瞎眼的就没有罪 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是瞎眼 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愿意接受耶稣是世上的光 愿意让耶稣开我们的眼睛 对不对 用耶稣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人和事 那么我们的罪就会得胜 可是如果我们拒绝了耶稣 拒绝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医治拯救罪人和医治病人的使命 那么不管我们用圣经里什么样的教导 我们都其实还活在自己 耶稣在安息日医病 耶稣在安息日赶鬼 耶稣在安息日让麻风病人得接近 让笼子看见 让笼子听见 让笼子听见 让笼子看见 让瘸子能够行走 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 耶稣的门徒走到田野里 卖地里 拔了卖树里 来搓下来 来来来填饱自己饥饿的肚子 有人责备耶稣的门徒 说你看你的门徒 不属安息日的诫命 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呢 耶稣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 有病的人才需要 圣经上说 我喜爱怜悯之心 耳飞济 所以呢 耶稣和谁在一起呢 耶稣和罪人在一起 耶稣和世上的罪人在一起 耶稣和世上那些被那些宗教领袖 所抛弃所拒绝的人在一起 他和这些人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这些人 的的确确他们是罪人 但是呢 他来了 不是为了把他们打入地狱 而是来医治他们 所以他在说这句话 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 有病的人才需要 然后耶稣也用圣经上说 我喜爱怜悯之心 耳飞济 那我们今天 听到了耶稣在安息日 医治这个生来瞎眼的故事 就能够明白 耶稣是世上的光 意味着什么 就让我们明白 行走在耶稣的光里 屹立着什么 不是评判人 不是做落井下石 幸灾乐阔的事情 而是像耶稣那样 以怜悯 仁慈之心 对待世界上的所有的人 尤其是那些不幸的 遭遇灾难的人 我讲过一个故事 我讲过很多次 但我最后再说一遍 有一个 这个故事 不是来自圣经 有一个宗师 问他的门徒 怎么知道 黑夜已过 白昼已经来临 一个门徒说 当你远远地看见一个动物 能够翻遍出那个动物 是一头牛 还是一匹吗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 白昼过去 黑夜过去 白昼已经来临 不对 宗师说 另外一个门徒说 当你在远处 当你在远处 看见一棵树 你能够翻遍出 那是一棵普链树 还是一棵芒果树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 黑夜过去 白昼来临 宗师说 不对 那么你说呢 门徒问 他们的老师 这个宗师这样说 当你看到任何一个人 你从那张脸上 能够认出你的兄 认出你的兄弟 当你看到任何一个男人 你从那张脸上 能够认出 他是你的兄弟 你的兄长 兄弟 当你看见任何一个女人 你从那张脸上 能够认出 你的姊妹 如果你做不到这个 不管是哪个时辰 你仍然在 黑夜里 我想 耶稣 所做的 告诉了我们 什么时候 我们是行主在黑夜 黑黑夜 黑夜 黑夜 阿们 好 现在我们一起来 起立一起来唱 唯有耶稣 这首行 我也是 有点 我都是 我 人 我 不